你 你趁人之危还问我怎么了 趁人之危 昨天晚上发生什么了 李简已出门练兵 速速前去剿命 报殿下 陛下有令 宣宁明日经过 儿臣参见父皇 嗯 摩尔 知道朕 叫你来做什么吗 儿臣不知 朕收到消息 说有叛军军队出现 刚收到李简出门练兵的消息 父皇就查到反贼 难道 是李简的军队 儿臣愿为父皇分忧 歼灭反贼 好 朕本意是想叫你来一同参谋 你倒主动啊 这都是儿臣应该做的 也好 这事倒不便对外声张 你可有把握 若没有把握 朕 叫别人去做 儿臣有把握 儿臣定尽心竭力 为父皇分忧 好 那你马上领兵 带兵前往非营堡 剿灭叛军 非营堡 怎么了 不要让朕对你失望 儿臣这就起程 二殿下 非营堡的反贼 已经被我们杀干净了 只剩一个头领 咱们也不肯说出反贼头目的身份 请二殿下定度 我们不是反贼 皇上都知道了 你们就是不折不靠的反贼 首领 首领 首领是谁 殿下 就是你 对不对 是你策划了这一切 殿下 我们不是反贼 我们是 大胆犯罪 还敢狡辩 二殿下 这里没你们的事了 去看看还有没有余孽 是 是谁 是谁做的 鸣墨 你害人中害己 这是你应得的 莫儿 此次剿灭叛军 做得不错 诺谢父皇 虽然如此 但是朕却不能赏你 知道为什么吗 你就不好奇朕是怎么知道有叛军的 朕收到密信 说有叛军出现 一查 果然确有其事 你身为二皇子 非营宝又是你管辖的地段 竟还要靠别人来告知我 你可执罪 朕原本是想责罚你 但是没想到你主动请营 并还顺利剿灭了叛军 今日我就不追究了 这件事情不要对外声张 朕可不想让外界知道 朕最得意的二皇子 竟然是个无能之辈 儿臣知错了 儿臣不会再犯 下去吧 你是谁 到底是谁传的密信 儿臣告退 儿臣告退 不过 李末跟父皇有没有怀疑你 放心吧 既然李末完成了任务 圣上便不会纠结消息来源的 至于李末 就更不会怀疑到我头上了 我对非营宝这事根本毫不知情 他倘若真的怀疑身边有人泄密 我便让他去怀疑该怀疑的 好 这杯酒 就敬我 有勇有罗的王妃 来 李姐啊 你知道吗 这杯酒 上一世可是毒酒 不过这一世 一切都不一样了 这一世 我会保护你的 是啊 我都不关心了 唷 那就扫你们无数一起上路 怎么了 你趁人之外还问我怎么了 趁人之危 昨天晚上发生什么了 什么都没发生